Hello 大家好 又見到Mangi 即是代表來到RingHK電視潮玩教室的時間 上集跟大家介紹了 Samsung Galaxy Note的Motion Control功能 今集不如回到S-Pen 看看它的實用之處 除了可以用來記事之外 S-Memo裡面其實還有不少關於S-Pen的筆觸設定 只要設定好適用的話筆 好像有鉛筆、鉛紙筆、雙頭筆和毛筆 可以選擇不同顏色之餘 還可以設定好適用來畫圖都可以 S-Memo還可以幫忙眉化照片 用機配的800萬像素鏡頭拍完照後 在上網找自己喜歡的有趣圖案 結合之後披上去 又或者用畫筆落手落腳加工一番 就可以加入類似貼紙相的效果 之後記得要貼上Facebook和朋友分享 不知道S-Pen除了可以用來畫圖之外 還有幾個避忌可以用的 不過用的時候記住按10個Pen button 讓我示範給你看 按10個Pen button向左掃就等於Bag 而向上掃就是Android的Menu鍵 另外S-Pen還有很實用的一面 我在網上看到一張很漂亮的沙發 我只需要保留它下來 Remove上我其他的要求 然後發給Designer再幫我設計 是不是很方便呢 玩完S-Memo不夠口 下一集我會告訴你 另一個新功能S-Penner到底怎樣玩 記得留意啦 讓我們去看 第三集 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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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